到底底漆會不會影響金屬色的發射呢? 答案是 老爺,明明要吃吃柴油 這個是蛤蜊 要雞丸喔 這個是蝦子 這叫炒耶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頻道,我是GC 相信大家一定都常聽到 金屬漆,底漆會影響發射 什麼是發射? 發射就是紫色調 像大家熟知的日光燈 就有暖色調和冷色調之分 暖色調 暖色調 那到底底漆會不會影響金屬漆的發射? 答案是會 也不會 這種模擬兩可的答案 相信大家一定更疑惑 GC微微到來 那首先先理解一下金屬漆的組成 色料、沉磨物質、溶劑、鑄劑 那後三項大家知道就好了 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來談色料 金屬漆的色料是由 無數的有色粉末組成的 譬如珍珠粉、金珠粉之類的 漆模成型後 栗子與栗子之間的間隙會透出底色 那當漆模的厚度達到一定程度後 栗子的堆疊較為密集 就沒有間隙了 底色是什麼顏色 我覺得已經不重要了 那像這種不完全遮蓋 表現發射的手法 也產生在其他組裝方式上面 像是陰影、漸層等等 那至於常聽到 黑色底氣會讓金屬色 看起來比較亮 答案是 不會、不會、不會 很重要 所以說三次 改變亮度 是物件本身 以及噴涂顏料後的平整度 跟底氣用什麼顏色 沒有任何關係 黑色改變的是呈現的質感 好,那上次的話 我們已經有測試過一些金屬漆 那時候當時在噴車膜的時候 這些的話已經測試過了 那要看這些資訊 這幾罐的資訊 還有一些其他品牌的資訊的話 這邊 在這邊 好,大家看一看 要看的話可以按暫停看一下 這是當時的心得 好,那我們繼續來 那這次為了有效的證明呢 我們底氣會選用這幾種顏色 白色、灰色、黑色、棕色 這些是大家比較常用到的底氣顏色 當然有些金屬色它比較特殊 像這種它已經 預調好顏色的金屬漆 那裡頭的參色漆 它的遮蓋力相對非常弱 這幾罐的顏色就會受到底氣影響 它的發色就跟底氣很有關係 那底氣如果用黑色的話 這噴上去會非常暗 有些是紅色的金屬漆 紅色的金屬漆 特別容易受到底氣的影響 那撇除掉這種有色漆的金屬漆的話 一般這些顏色 都不太容易受到底氣影響 只要噴到層數是夠厚的情況下 蓋色蓋到滿色 我們來實測一下吧 我們來實測一下 帥氣 V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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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金屬色都已經上完了 大家相信也看得出來了 底色的部分分別是黑、灰、白、咖啡 可以看得出來金屬漆對底色 你只要在遮蓋正常的情況下 顏色有噴滿、噴均勻、噴飽和 那底色是什麼顏色完全不會有影響 會有影響的原因是它有色漆在裡面 像色漆它對顏色的底色的反應就非常明顯 如果你要顏色發色比較純的話 比較漂亮 顏色彩度比較高的話 那就要選擇用白色的底漆 發色就會比較正確 那如果你想讓這種陽色系的顏色再更陽的話 那底色就可以選用黃色 它發色會再更陽一點 就會比較暖 是不是有人會說 有差啊 我覺得底下降黑色啊 這底下降灰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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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光線在正常的光線底下 其實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除非你打強光 那光要很強 那光要能穿透這表面的漆面 打到裡面的底漆 反射出來 才有可能看得出裡頭的差異 像這兩顆 其實被G7對掉過了 換回來 是不是一樣 一點差別都沒有 至於要怎麼讓金屬色看起來更亮 更有質感 我們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說 大家掰掰 掰掰